我沒有比較好 妳擠得住吧 不是我會得不愧的問題 我就不會 阿你用試嗎 現在用試嘛 你這麼早就不會把你怎樣 眼前兩名男子一臉兇狠的模樣 不讓這對情侶走 除非 把影片刪除 可以來喔 摔什麼啦 是你們最壞別的東西耶 這時竟然還搶走女子手機 摔地上 怎麼樣啦 叫警察 你叫我 你又摔手機了 你摔手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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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警察來了 明明有摔手機 過程也被拍下來了 這名男子卻真也說瞎話 事後還在網路PO文 公布情侶長相 指控對方是檢舉達人 還說要讓他們好看 我自己習慣是 我要騎車的時候 我會下個裝型的 出衣器在安全帽前面 他看到我手上 他就因為我要監獄 他拍照 当事人說 騎車就習慣在安全帽上 裝行車介入騎自保 看到對方圍停 擋到機車 豪意提醒 卻被誤會是 談的是檢舉達人 就怕出門被找麻煩 当事人現在心生恐懼 纏和解的話就3000塊 那不然的話 就去告他們這樣 然後也嗆說 什麼不怕告 或是上個告他們的 那個後來還拿和解 禁給他們和解 当事人說白衣男子 違規停車 摔人手機 跟行車記錄器 不但不承認 還反過來指控 別人亂檢舉 更強說不怕被告 現在當事人已經 搜證完畢 決定要對畫面中的男子 提告 就算被威脅 也不會就此作罷 記者賴慣張 談的報導